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Belisha 我是Eaton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 Eaton非常非常的忙碌 他抽空跑了一趟北加州 他去之前呢 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 什么特别好的好事 然后结果呢 他就带了他在那边 两三天的一个经验 回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就是你看到了什么 那你先告诉我们大家 你这个聚会嘛 你确实是一个聚会 这个聚会是什么聚会 它算是一个特会 特会 对 然后它是标榜的是 基督教的这个领袖的一个特会 就大家都是在那边服侍的 然后全部都是 照道理讲 就是教会当中的领袖吧 然后才会去的一个特会 所以照道理讲 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会去的一个地方 聚集的特会 对对对对 那我会想要讨论这个议题 我不想要跟任何教会 就是有什么冲突 或者是辩论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个人看到的 现在教会很软弱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 我正是抱着一个 我想要领受什么东西的 对我知道 你抱着一个很大的期望去 对 然后我去了之后 我感到 非常的失望 嗯 非常非常的 怎么 也不能说绝望 绝望都不至于 但是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 很好的机会去看一看 现在基本上来讲 华人教会界的领袖 大家都在做什么 然后尤其是在这样一种场合 你可以跟很多不认识的人讲到话 然后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听讲员的信息 然后你可以去跟大家聊天 然后你知道说 现在大家脑子里面都在想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去了解 现在一个现况非常重要 我们了解了现况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 哪里有问题 有哪些问题 然后我们如何去推动一个改变 那首先我就讲 从第一个开始 我里面 我听到信息里面的时候 我希望听到两个字 就是整场特会里面 我只要听到一次 我就不打算发这个影片 就是悔改 因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认罪 然后悔改 然后看看自己有什么缺乏的地方 我们这个样子才可以进步 才可以更加紧的跟随神 特别是在这个 正是末后 我们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耶稣真的要回来的情况下 然后里面有一个牧师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他来自加拿大 然后他的讯息很棒 他差一点点 就要把这两个字讲出来了 华人还是老外 华人 但是他可能不想要 offend 让别的 让来的人 有感觉到任何被不好的感觉 所以说他最后没有讲 但他讲的讯息 我觉得是里面唯一一个比较值得听的一个讯息 那我就从让我感到最不舒服的讯息开始 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讯息 他在上面讲的讯息就是 他一开始就是大会的时候 要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聚集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年只有两百人三百人 今年我们有两倍的人 有三百人 有四百人 OK好棒好棒好棒 然后来自四十二个不同的教会 北美这个地方的教会 我们好复兴啊 然后他就讲说 我们要 我们聚集起来 为了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聚集起来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 不可以停止聚会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 我们要聚集起来 我们要彼此鼓励 让彼此觉得说 你不是孤单的 然后重新点燃 你们这个服饰的热火 那我对于这样的讯息 我觉得是 OK的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热火这个东西 如果说你服饰 然后你会觉得累 然后你会觉得疲乏 你会觉得没有心 你会觉得不想再服饰下去的话 问题很有可能出在你身上 不是只有可能出在你身上 对 你对神之间 就是你有问题了 你要好好的去那个 对 我觉得 不断的讲这样子的讯息 就是你是不是很累 你是不是很那个 你是不是怎么 你在敬拜团服饰 是不是就是越唱越没力 然后越唱 离神越远 离神越远 只会出在你自己身上 对啊 不可能出在任何人的身上 你是不是带小组 带得越来越没力 带小组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 真的是问题是在你身上 你的出发点是错的 或者是那你带人的 你想要达到的东西是错误的 那简单说 我第一个讯息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浅 那讯息结束了之后 我就在这个的那个大厅 我们住在hotel那边 然后一个大厅里面 然后我就在那个地方 然后很幸运的是 这个牧师就跟着其他几位牧师 就走进来 然后我对他 我就有一些问题 因为我知道他在2020年的时候 大选的时候他说的一些内容 他基本上就是说 川普是不好的 然后因为我 我对他不是 算是有偏见吗 我觉得也不是吧 你只是知道他的一些背景 对 就是你知道说 他曾经 他是 不喜欢川普的人 或者是那你就知道说 对 他对这方面没有sense 对 他OK 他不懂 他可能被左派洗脑等等 对 那他的言论 其实他发的那篇文章 对我们其实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那篇讲说 为什么基督徒一直转传 像说大纪元这个样子 中国大陆邪教的新闻 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呢 那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就要来做一个 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新闻 然后让大家可以用一个 圣经的价值观 来去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 他对我来讲 某层面是有帮助的 然后我就在那个lobby里面 然后就跟他问了一些问题 他回答的朦朦胧胧 非常非常的不清楚 那第一个他讲的就是 民主党跟共和党 都没办法诠释圣经 这个我完全同意 然后骂川普最多的保守派的人 华人大概就是我 我最常说 川普你的堕胎议题上面 你这样子不符合圣经 川普你这个IVF 就是试管婴儿方面 你不符合圣经 我们不可以这个样的 我是一个非常 我对 在真理上面 我对川普是非常非常critical的一个人 但是他就觉得就是我就是一个完全把川普当成神的一个 然后就是说我川普是神拣选的这个人 这个样子 然后他说 但是两党都有符合圣经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疑问了 就是我很想要知道民主党 民主党哪里符合圣经 对 然后为什么他可以说出来这个样子的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就问他 就是说 那你可以告诉我民主党是如何符合圣经的吗 然后他就说民主党在帮助穷人是符合圣经的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民主党哪里帮助穷人啊 没有啊 我要问他民主党哪里帮助穷人啊 他就觉得说 我们把这些税金给他们 然后呢 帮助他们 让他们有更多社会福利 就是要做帮助他们 那我只能就是说 他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 我只能是这样说 对 我想要指出来这一点 因为很多的牧师或者是很多基督徒 他们可能投票是这个样子投票的 我想要跟他辩论 他就马上就说 OK 你这样就是辩论了 我不想跟你讲这些东西 OK 你这样东西就是在论断 因为他不懂 对 他不懂 你再问他说 那为什么呢 你如果再问几个问题 那你说民主党在帮助穷人 那请问民主党怎么帮助穷人 然后你觉得这样是在帮助穷人 还是在害穷人 然后你再继续问 他就没法说了 因为他不知道了 他只是大概听说 民主党在帮助穷人 所以他就说 民主党在帮助穷人 你问他更多他不知道 所以他就不要跟你说 这是一种 比较 有点生气了吧 大概 就你在问我这么多 然后我再继续回答下来 我就是白痴 就会暴露我是个白痴的 这样的那个 所以他说 我不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 对 因为民主党帮助穷人 这个东西是不可能 合乎圣经的 圣经里是说 你要去帮助穷人 我要去帮助穷人 每一个的基督徒 我们要亲自的去帮助穷人 我们要拿我们自己的资产 去帮助穷人 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钱交给政府 让政府去帮助穷人 没有说要我们要把钱交给教会 然后呢 让教会去帮助穷人 神看重的是我们 怎样去奉献 如何去看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个牧师他其实有帮助穷人 他自己做得很好 他去非洲宣教啊 他去哪里哪里宣教 他其实做了很多这个样子的事情 花自己的资源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但他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他希望政府可以强迫 要求每一个人都拿出钱来 去帮助穷人 这个不是神要的 这不是圣经要我们去做的 没有 而且我想问的是你说民主党帮助穷人吗 那请问经济有变好吗 你看加州就好了 就是加州在民主党多数了之后 这么多年之后 加州的穷人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你说民主党帮助穷人 请问民主党哪里帮助穷人了 然后他们是怎么帮助穷人的 为什么他们帮助了年份越来越多 反而流浪会变越来越多 反而无家可归人变越来越多 反而吸毒的人会变越来越多 How Why 我想这大概不需要什么脑细胞就可以去了解的事情吧 那你为什么跟我讲说民主党帮助穷人 只是因为他嘴巴上说吗 就请你举例吗 民主党怎么帮助穷人了吗 对 那这个 这个我当时我没有这样问他问 我就是我说 你可不可以指出来任何一个经文 因为他是牧师 我是基督徒 我这是一个问题 我问牧师 我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说你可不可以指出来一个经节 说我们要把钱给政府 让政府去帮助穷人的 他就说 你这样就是辩论 你这个样子就是在批判人 你这个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OK 如果一个牧师这个样子回答 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不成熟吧 我觉得 对 我反而是觉得这样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就是基于圣经之上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 不然的话你说实话 就这种特会我从来都不去 为啥 你打击写没有用 你会看到一群 好像生命不怎么成熟的基督徒 不知道在那里干什么 真的是不知道在那里干什么 你从头到尾看每个讲员在那边 声嘶力竭的 然后大声喊叫 然后你只要所有的乐器 反正你知道吧 你就把乐器弄得很全 弹吉他的也有 弹琴的也有 弹贝斯也有 打鼓的也有 你再整了个萨克斯 你就是整得很全 好像就很复兴 你所有敲锣打鼓东西一弄 完了你再整一堆vocal在上面 然后飙高音 你就会觉得说 这好像是一个很复兴的特会 但是聚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办这个特会的人 他们也不知道聚集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钱办这种特会 你看像什么你从男家开车跑过去 我还听你说有什么 从德州的西雅图的 全国很多地方的人跑去待三天 请问是在浪费大家时间吗 如果这些人来了之后 他们什么都没得到 就是你没有一个基于圣经真理之上的讨论 那请问你这个东西是干什么 就是没有意义 很多时候我们都 你知道吗 只是不要讨论圣经 我们不要讨论圣经 讨论什么都OK 讨论你老婆 讨论你家的孩子 讨论你工作赚了多少钱 你的股票市场怎么样 我们只要讨论到这些 每个人都很高兴嘛 哎呀你股票不好 让我为你祷告神祝福你的股票 你老婆最近跟你生气 让我来祷告你要更多的忍耐 可是圣经的经文 我们一个也不想要讨论 我们一个也不想要讨论 就是我们聚集在一起 说是为了神 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讨论神的话 神的话一出现 好像我们这一个开心的聚会 马上就变得不开心了 好像我们就是在一起聚集 就是说哎呀 你怎么讨论这个呀 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 你讲这个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讲啊 我觉得他的反应 是被奥犯到的 是 也就是说他的内在生活没有很好 也就是说 那当然我们对牧师的要求 还有期待都比较高 就是你既然已经是牧师 然后你有在牧会 你有在关心人 那么你针对一个可牧真理的人 提出了圣经方面的问题 你要诚实的回答 你是否知道 你是否不知道 如果你说哦 我不知道 那我回去还要再继续研究 我们可以留个联络方式吗 等我研究好了 我再来告诉你 或者你有什么意见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通 这个才是有用的 因为这个是基于神话语之上的一个讨论 这个是非常值得去研究 而且是非常值得花时间 而且对于提出问题的人 非常值得尊重的 我就不要忽略任何一个人 提出的关于圣经上的问题 不管他提出的问题 你认为是愚蠢也好 或者是你觉得太难也好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们没有期待说 牧师会知道所有的答案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话语太深奥了 然后这本书上包含内容 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们一生没有办法学完 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当牧师被问到说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没有研究过 不用觉得害羞啊 这没有什么好害羞 这也没有什么好丢人的 我从来没觉得任何一个牧师 你一定是在圣经方面什么什么专家 我不觉得 因为我知道人非常有限 但是我希望在牧师身上看到的是 一个在神里面生命的成熟 一个谦卑的成熟的生命 就是我知道就是知道 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而且我更希望看到 他们身上有一个刻苦钻研的一个精神 就是虽然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定要让神亲自教导我 这个答案是什么 这是我希望在牧者身上看到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提到 就是他不满的这个共和党的地方 就是枪支 共和党都支持枪支 民主党想要进枪 所以民主党是好的 民主党是符合圣经的 那我都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请问进枪的这个经文在哪里 你在圣经里面哪里说 要禁止枪支 要禁止人民有能力保护自己 对或者禁止武器吧 那个时候没枪对不对 但他有别的呀 对 你不可能找到 不可能 因为圣经就是说 你要独立 你要自己 要保护自己的能力 你身为一个男人 你需要有保护家人的能力 你需要守护你的葡萄园 然后 但是 我要跟他讲这个东西 他就没有 我讲说就是 尼西米那个时候 建成墙 一手拿着刀 然后一手建成墙 耶稣那个时候 在克西玛尼远那个地方 就说 哎呀 你们身上有刀吗 对啊 就是彼得身上咋带刀呢 对 哎呀 为什么两把呢 好坏的基督徒啊 不光带一个枪 还带两把枪 双枪老太盆 对 然后 圣经里面到处都是战争 然后以色列的人要 如何去保护自己 其实都在圣经里面 你怎么可以说 现在基督徒 呃 美国拥有枪支 是违反圣经的 我想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比较回避的状态 尤其是教会对吧 我们处于回避的状态 就是很多人是认为说 可能没太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有宪法第二修正案 支持人民拥有枪支 保护自己的权利 很多人认为是对的 但是他不敢公开的说 因为他们知道很多教会里的人 尤其是牧者去反对这个事情 那 这个问题 必须要搞懂的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先说 反正就我们可以在其他的议题上面同意 对不对 堕胎上面可以同意 什么都可以同意 你枪支 要不然我们先放一边 你同意也好 不同意也罢 但是这存在一个很 有问题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枪支的问题 搞不清楚 如果我们搞不清楚 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是可以有权利去保卫自己 保卫家园的 然后如果我们搞不清楚 圣经里面 神发动战争的动机 这就很有问题 因为现在美国 你知道所有的宗教 他们说要宗教一体化 宗教大同 他们要把神变成一个坏神 他们要告诉所有人 说你看这个神多邪恶 很多高信主的人 他们从旧约开始读记 他们也搞不明白 为什么神要杀这个人 要杀那个人 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多的战争 等等等等的 我们必须要清楚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拿枪的这个 持枪的权力 还有我们保护国家 保护边境的这个权力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只要你发动战争 就是错误的吗 有没有异战 然后有没有 就是神在圣经里面的 这些战争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些东西 我们连基督徒 连教会 连牧师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话 那么之后 我讲宗教大同 当他们一起起来 要打压基督教 说你们这个是邪教 你们不可以拜 为什么 因为你们神杀了很多的人 的时候你会白口莫辩 对 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说 我的神是一个良善的天赋 是吧 杀了这么多人 对 人家都说 那你的神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 他们没有权利活着吗 你知道吗 人的爱跟神的爱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用人的这种常理的话 这种东西不了解 你没有办法去 为神讲什么话了 你没有办法说 你们说的是错的 你这个时候自己也会动摇说 我的神或许是个坏神吗 我的神说谁 谁是好 谁就是好 说谁是坏 谁就坏吗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然后战争为什么 武器为什么 你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 你可以知道 就是在未来 在宗教一个大同的时候 他们一起去压迫基督教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文化还剩什么 然后真正能坚持神真理的人都是什么 那或许他们到最后就妥协 就说哦对 那或许神都一样 我们只追求神良善的部分 谁有坏的部分 我们就不要去看 那我们一起拜别的神 哈利路亚都很好 对不对 那到最后这些人就受了受印 那到幕后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而且他这个 他的说法 各位如果去看statistics就知道 合法持枪的人 在监狱里面 只占了三% 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非法持枪的 所以大部分犯罪的人 他们本来 就是不应该有枪的 大部分的枪击案 然后他这个牧师马上就指出来说 哦那校园枪击案啊 这些东西 校园长生击案里面 全部都是非法持枪的 进去的 而且很多是LGBTQ啊 因为他们精神方面有问题 对精神方面有问题 就不能拿枪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政府 合理化了精神 这个LGBTQ 不能说他们是有这个 精神上面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可以去买枪 他们可以合法的买枪 就像加州的犯罪率一样 你如果去看现在加州的犯罪率 报告上面会说 犯罪率是下降的 是史上最低 为什么 因为打杂抢 不算犯罪了 因为吸毒不算犯罪了 买卖毒品不算犯罪了 当我们就是 哦这些东西都不算犯罪了 所以说犯罪率下降了 这是一个虚假的一个statistic 这是非常极度愚蠢的 一个看statistic的方法 对就让我想到说 加州那个教育变好啦 说为啥 因为大家高中全能毕业了 说为啥 因为高中毕业不考试了 所以大家就全都毕业了 对 就是跟你讲说 哦你知道鲨鱼什么时候都 在哪里攻击人吗 鲨鱼都在浅滩攻击人 为什么 因为人都在浅滩啊 不是鲨鱼在深海就不攻击人啊 深海里没人吗 反正就是他就是用很多 我知道他不是唯一的一个牧师 我有一个很尊重的一个牧师 他也觉得说禁枪是应该的 他觉得说台湾就跟应该跟台湾一样 就应该跟中国大陆一样 禁枪是好的 只要大家没有枪 就不会有什么凶杀案发生 就不会有校园枪击案 台湾的那个郑洁 台湾禁枪哦 郑洁还是拿个刀子去杀了好几个人 中国大陆你有看到就是什么 在幼儿园里面 幼儿园前面砍小孩头的那一个 在台湾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东西 杀人犯就是 想尽各种办法会杀人 对 你们觉得说 把枪禁止了 为什么那些枪击案全部发生在学校 因为学校进枪 对因为学校的人不让持枪啊 对 然后他们怎么不敢去警察局杀警察呢 因为每个警察都两把枪 把你打成筛在眼儿 对所以说呃他这个他他他完全不了解 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没有办法跟用在圣经的层面跟我讨论 然后我听到最愚蠢的就是 我一说那圣经的真理 你可以告诉我圣经在哪里吗 他马上就说哦 我们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去看 我要维持一个教会 所以说我们要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去看 什么叫客观的角度 就是我跟你讲圣经的时候 你跟我讲客观 不是所以对 所以就是说他的角度 其实不是从圣经的角度出发 对因为他说的客观的角度 你说实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客观的角度是什么 我觉得他就是回避 就是我们不要百分之百的 按照圣经的方式去讨论这个东西 因为你这样的话 大家会不高兴 这就是他的客观 客观就是要维持 基本上大家都happy 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就是客观吧 对然后呢 那我就问他说 那那那这一次选举应该要投谁呢 这个这很简单的吧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做过影片 Kamala Harris跟川普这两个人的政见 各方面呢 那我就问他这个 他说 川普这次很让他感动 所以说他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就他会投川普 对他说 但是呢 川普嘴巴 还有他行为太冲动 然后呢 很不符合 很不符合真理 很不符合圣经 然后Kamala Harris在那个台上骗人 各方面的 总之他是一个 会帮贺锦丽 找理由的一个人 他会觉得说 OK贺锦丽虽然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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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对对对 然后呢 他是一个非常讨厌川普 我觉得讨厌川普很正常 我很多川普的地方 我也不是很喜欢 不是你不用喜欢川普啊 对吧 你干嘛 你要跟川普结婚吗 你喜欢川普干什么 你可以 你可以不用喜欢他呀 一个人要让另外一个人 喜欢他多难呢 我都感觉 我是个挺讨人喜欢的人了 还那么多人讨厌我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对不对 你说我站在川普的角度 我也搞不懂了 我明明就这个人 我就这样的 你讨厌我干什么 当然了很多人会讨厌他 就像 每个人都会讨厌他 都会讨厌我一样 很多人也会讨厌你呀 我想你如果看节目的话 你总的列出来 有几个人讨厌你吧 我为什么要 根据我的喜好 去说这个人好还是不好 你说我虽然 这个牧师 你这样讲 虽然他很多观点 我不同意 可是问题就是说 他如果真的有在 好好服侍神 如果他真的有怎么样 那这方面 我也是认可的呀 你要看他干什么吗 然后之后呢 我就问他说是 因为他这个东西 给了一个 OK 他会投川普 对 但是我 我就想问说 基督徒 这一次选举最重要的议题 是什么 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那我各位相信 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听到 知道说我要 我想要得到什么答案 因为对我来讲 生命是最重要的 生命是比 反对堕胎 然后呢 保护婴儿的生命 是我觉得 是这一次的选举 还有美国 接下来所有的选举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议题 我们保护婴儿 不是为了任何什么东西 纯粹是 为了他们的生命而已 对保护他们的生命 对我们来讲 没有任何的好处 OK Social Security 说不定还要多 花一点钱在上面 但是 我们想要保护生命 我们爱生命 我们爱这些婴儿 但是他 没有给我这个答案 他说 两党都有好 民主党也有 符合圣经的地方 共和党也有 符合圣经的地方 两个都没有办法 诠释圣经 我就说 那你给我一个议题 然后他就 他就没办法给我一个答案 然后我就说 对 然后我就说 那堕胎呢 我觉得堕胎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我就直接讲了 然后他马上就说 你说这尊重生命 共和党支持枪支 才是不支持 不尊重生命 不支持生命 你就是要允许别人去杀人 去学校 校园枪击案这个样子 你还敢说你支持生命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听出来 他的客观是什么客观 他的客观就是左派他们的客观 对 他们就是 他就是支持左派一切的论述 然后支持 左派说要进枪 左派说要拿你的钱去 把你的钱给他们 然后他们拿去发给穷人 左派就是说 社会主义好 如果我是这位牧师的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更需要你 中国大陆需要你 你的想法 你可以在中国大陆那边拯救很多的人 然后让他们慢慢的变好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教导美国人的 美国的基督徒的话 你真的是在害了美国 害了美国变得跟中国大陆 变得跟台湾一样 这对美国没有任何一点好处 回避堕胎的问题 一个牧师回避堕胎的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事情 因为牧师 你如果不尊重生命 不想要拯救生命的话 我不知道你当牧师干什么 我不知道你当基督徒干什么 如果我们基督徒拯救的目的 不是生命的话 而是女人的权利 女人的自由 然后我们可以放弃婴儿的生命的话 然后一讲到生命的时候 婴儿的生命的时候 你就扯什么校园枪击案 这种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支持什么 我听到这个东西 我非常非常的一个失望 然后最后他就说 他要用客观的角度 来维持一个教会 这个刚刚已经讨论过了 他最后说又强调一次 我一定要客观 我们不能偏激 我们不能偏左偏右 但是你很明显听到 他就是一个偏左的一个牧师 所以说 如果一个教会是 被这个样子带领 被这个样子牧养的话 他的价值观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一个牧师的价值观 是这个样子的话 他会带出来的人 就是会是那个样子的人 对 然后 很明显他没有办法 用圣经 来去跟我有任何的一个讨论 然后我一遇到他 第二天我早上的时候 我还遇到他 我在那边吃饭 他刚好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看到我 我也看到他 他说 昨天那个东西 反正我就是要客观来看待 这个你不要想太多 然后我就说 对 牧师你也辛苦了 办这个特会 你也不容易 那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好 他忙就说 好 不要 我很忙 我很忙 我要这个 前一天他就说 他要带他儿子回去 第二天他就说他很忙 接下来就是 我遇到他 他就不看我 就撞着我没看到 就这个样子 我觉得 很可怕 而且很可悲 因为他在害怕 因为他讲不出来 可以说服我的东西 而且他没有办法 用圣经的话 来去做 他的政治观点的 一个诠释 Yeah 但是我这样一听 我觉得反而是好事 就是希望他可以回去 有机会去想一下 就我为什么要躲着 这个小子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又不是牧师 你又不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躲着 这样一个奇怪的人 Why 为什么 你这单纯只是怕麻烦 还是说你没有办法 就是你读了这么多年的圣经 你没有办法 用你学到的神的话语 去支撑你现在 所有对这些事情的理解 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给他思考的比较好的机会 那还有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 他们有那个托管小孩的服务 你又把小孩送过去 然后结果非常惊讶的 画了一个什么彩虹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这个是我的女儿 结束了之后 他就拿了一个彩虹给我 为数 一二三四五六 因为他底下画了一个黑线 然后再加了一个紫色 然后呢 我女儿就跟我讲说 Daddy This rainbow has six color I add another color Because seven color rainbow is good 我看我好骄傲 同时我有点生气 就是说你教会办一个特会 你怎么会给小孩 画六色彩虹 对 而且你在北家 你不要告诉我说 你不知道六色彩虹是什么意思 那不过 然后那个师母 我就跟那个师母指出来 这个师母就是刚才那个牧师的老婆 对 就说OK 这个这是六色旗 那这个是骄傲旗的意思 然后他马上师母就说 哎呀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会注意 哇 很难得有这么关心孩子的爸爸 对 我觉得 很难得有这么不负责任的教会 你们打印让小孩画的东西 你都不看一下了吗 我也不想跟这个教会起冲突 我也不想要跟这个牧师起什么冲突 但是我真的希望 他们可以刚强 他们可以起来去做 他们该做的事情 那在里面我还去了一个 就是男人的一个聚会 一个这个 他是一个workshop workshop中文是什么 工作坊 工作坊 然后呃 他里面就讲到说 男人应该是怎么样子啊 然后什么基本上 他就在讲说就是 呃 男人应该要是呃 全职工作 然后全职服饰 然后双薪的 然后然后 然后要要要怎样 然后有责任感 什么什么 那讲东西 我 我其实接受到的很少 因为他们讲的内容 其实我现在都在做 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进来 对很多 我知道讲到不是为了我一个人 而是为了很多人 但是我希望可以更深入 然后更建造一点 然后呃 就是最后的时候 分组讨论的时候 我就说 ok我们有一个频道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东西 然后呃 我是就是全职的来去做这样的 这个东西 然后我不会 burn out 因为我越做越勇 我每一天 我过去这四年 我做的每一天 我都越来越成长 我都越来越开心 我都越来越更有方向 然后那个旁边那个牧师 就转过来 蛤 你你全职在做这个啊 啊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 这不是你在台上说的东西吗 就是希望大家做那种东西吗 然后我就 因为他们的全职服饰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星期一到星期五你上班 星期天的时候 你好好在教会服饰 这咋叫 全职服饰 这咋叫全职服饰 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吗 对 然后他还说 哦 全职服饰还包括什么 就是什么 呃 周周间的时候 你有 你跟一些人有个RPG祷告啊 然后什么什么 这不是每一个人都 正常的生活不都这样吗 对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基督徒的标准被拉的好低 太低了吧 这就好像说你只要 平时好上班 那礼拜天我去教会就好 对 然后就这样 然后呃他在 然后我就继续分享嘛 我就跟他讲说就是 哦 然后呃 因为我觉得男人要有责任感 我觉得男人要亲自来带领我们的小孩 我觉得男人要保护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就说 所以说我现在每天把这个我的两个小孩带到办公室里面 然后还好我们有两个非常棒的一个童工 他们可以来帮助我 然后呢 一起建造这个小孩 然后那个那个牧师叫做 哈 你全职服饰做这个东西 你还homeschool你的小孩啊 我就觉得 你到底是 你到底哪里让你惊讶到你怎么了 对 对我们的expectation到底有多低 因为来这个特会的基本上都是基督教的领袖才对 应该带领人的才对 就他们平均年龄都多大 都年轻人是吧 呃 会去的人大部分都年轻人 我 我四十岁了 去那边也叫年轻人 但是 对啊 就是就是去参加的人都是三四十岁 然后讲员都是五六十岁是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总之整个特会下来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一个revelation 因为我是开车回来的时候 我就一路上 因为我真的是在这个特会当中 我没有特别多的零售 而且我没有听到 然后什么悔改两个字 这个时代 如果说你不讨论悔改的话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讨论悔改 我不知道一个教会每次讲到的时候 你不讨论悔改 你一天到晚爱爱爱爱爱爱爱 然后一天到晚什么摸着地板上 你知道吗 神很爱我们 如果说永远都是这样的讯息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 教会到底要干什么 我看到了 然后也是今天我做这个影片 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看到的是当一个教会 很成功了之后 很成功的建堂了之后 很成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钱的时候 他们如果目的不是要expand 不是要往前走 不是要冲的时候 他们的目的如果是要维持的时候 所有的教会都会变得更软弱 当我们基督徒是在防守的时候 当我们的基督徒是为了要维持一个 不管是我们的权利 还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 当我们是为了人而做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得更软弱 我们就会变得更没有方向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是要为了神牺牲的 抛头颅洒热血的 我们是要把生命奉上的 我前一阵子读到了一个 我现在在读《使徒行传》 我读到一个非常非常令我感到 要认罪悔改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是一个故事 它说一个神学家 他那时候去找到那个 去有机会跟教宗见面 然后那个教宗刚好在赎奉献 然后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有一个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所有人的提醒 然后教宗就说 哇你看教会再也不用 跟初代教会彼得一样 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了 因为我手上一大把钞票 然后那个神学家就跟教宗说 对啊真的是很感谢主 让我们就是不用缺乏 但是现在的教会 也没有办法像彼得一样说 就算我什么都没有 我把我全部的给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这样子现在教会已经做不到了 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说 哇有多少的教会 是跟那个教宗说的东西是一样的 这应该是一个 多么一个冲击性的一个东西 我们要追求的是安逸 是要守护我们的权利 还是我们要跟随神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去想的 还有悔改这样的讯息 天天讲 我天天跟我女儿讲 我天天跟我自己讲 我每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在讲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跟随神 悔改这个讯息 不可以少 你如果要维持 一个教会的话 你如果要一个教会 更成长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悔改 每一张使徒行传 都在讲 叫你要悔改 都在叫你说 你要知道 耶稣基督为你而死 然后都要知道 他们在那边说 是你杀死了耶稣 谁 就是这些文士 这些法利赛人 这些宗教领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还有一个 就是当彼得在跟那个文士 在那边辩论的时候 他是说 耶稣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防角石 然后这个 他叫那些文士说 这块石头是你们这些石匠丢弃的 现在已经成了防角石 石匠的目的是什么 石匠存在的目的 就是要来建造的 防角石在那个地方 你是要来建造的 你不是要来维持说 这块石头在这个地方就好 我们要来建造教会 我们要来让教会活得更丰盛 我们不可以只是守在说 我们要十亿奉献 我们要人更多 我们这一次聚会200人 下一次我们400人 然后再下一次我们800 这样就要成长了 不是 我们要建在墙角石上面 石匠们请来建造 在耶稣基督上面建造你的教会 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一次去 我得到最多的东西 就是现在的教会缺乏建造 然后缺乏勇气 当那些文士看到彼得的时候 他不是看到彼得饱读诗书 然后说出来的话 他是看到彼得的勇气 然后就知道他是跟随耶稣的 我们要怎样把勇气彰显出来 我们教会要怎样建造人 让人有勇气 让年轻人服侍的不是教会 而是耶稣 让年轻人更有方向 让年轻人更努力的去追求神 这个是我们需要的 而不是告诉所有的人说 我们年轻人服侍的很辛苦 对不对 服侍的很没有方向 对不对 你就是继续服侍 OK 然后继续的听你的主任牧师 听你继续听教会的 什么都跟随教会的 这个样子就好了 然后一年我们办一个特会 领袖特会 让你打一打鸡血 让你说你还可以继续服侍 年轻人要建造教会 年轻人要起来 有自己跟神一起行走的 一个见证才可以 不是特会 然后呢 办一些打鸡血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维持的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去 但是我从他的经历里面 他讲的东西 我也思考了很多 然后我也是发现 就是现在的情况 其实没有那么的乐观 我有的时候你知道吧 就是我们在一些 包括很多朋友 在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在下面留言 我们都感觉 哎呀 不错呀 挺好啊 可是其实一到 去看了现实的状态 很多的时候是发现说 比想象中的糟糕很多 可是这个时候也是 给我们有一个惊醒 就是说我们要如何 去reach out到这群人 然后我们如何去 让这些人 明白神的真理 并且遵守神的真理 然后到最后 他们可以传扬神的真理 像烟跟光一样 教会不是公司 不要讲维持 如果要是教会 看人数的话 那么增长是非常失败的 你的教会有那些 传销的增长的快吗 你有老鼠会成长的快吗 你有保险公司成长的快吗 很明显都没有 但是神要看的 不是人数的成长 你如果真的是要看 人数的成长的话 那教会真的是 极其失败的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到底造就了 多少的属神的精兵 我们到底造就了 有多少在风暴里面 可以把自己完全献给神 可以像那些使徒一样 说我们连命都舍掉 我们不要 但是我们定睛看 在神右手边的耶稣 这样的建造 才是有意义的 而不是说我们 很多人读了很多圣经 然后结果出来说 多台问题 我们不讲 那我们讲讲 为什么支持枪支 对不对 就是所有被左派洗脑 这些东西 太可怜了 而且是太 太让人感觉难以接受了 那你说很多的时候 我也有很多纠结 就是你说这些人不爱主吗 也不是啊 他们也爱主啊 那他们又这个样子 然后就感觉心里 非常非常的难过 但是这个也是 给我们一个很好提醒 就是在这些议题上面 我想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还是学习不完 哪怕我们可能 在过去的四年 我们一直都在做 这样的议题 做很多很多各种 各样的议题 但是还是有很多 更深入的 是我们需要更多 更加好好的去学习 当我们学习完了之后 我们自己脑袋里面清楚了 我们可以用爱心 说出诚实化的方式 去跟别人来传讲 希望他们也都能够明白 这样的时候 在幕后的时候 可以让更多人 不被这些东西所迷惑 那么你看完了 这一集节目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是不是也经常 参加一些这样的特会 很多时候我们 去特会都是抱着说 我们要遇见神 这样的想法去的 可是这一次特会 我必须要说 非常非常的失败 我不知道谁认为 很成功 可能是主办单位 会觉得很成功 因为人数 比他们想的要多 这可能就是在他们心中 的成功的意义 但是根据我们听到的 包括敬拜团的人 包括很多在下面的人 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就是为什么这次没有圣灵 为什么这次没有圣灵 为什么这次没有圣灵 我觉得这个是要 让主办单位 还有每一个参加与会的人 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很多时候 大家不敢讲出来 为什么 因为在上场 我怎么 我说十三章 对啊 不是 就是说 我怎么好意思 搏人家面子呢 人家只要办了特会 我就必须要鼓掌 但是心里 每个人都清楚 去参加的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清楚说 I got nothing 我什么都没获得 从这样一个特会里面 除了几天 飞行开车的疲惫之外 我好像什么也没获得 但是感谢神 我觉得这次我们又有得招 就是我们派了观察员去 他观察了一些 我们非常需要警醒 我们需要认罪悔改 而且我们需要积极改变的 这样的现状回来 所以这值得我们每个人 都去好好的思考 所以你从这一集节目里面 你有没有也有一些什么思考呢 你有没有什么圣灵 给你的亮光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样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小费你先进去 OK 因为爸爸还在 那你先进去一会儿再收他 因为我们还在录影 你先过来拍一下 come 为了证明我是 每天真的有带小孩来的 OK 小孩 小孩一号 对 我甚至在轰错了 他刚才在读 弄数学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